因为在我以往过去 我一直都认为 排毒产品一定都是让我讲肚子 一定让我半夜醒来肚子痛 一定会让我有很多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我特别排斥排毒产品 就这样子一个街抢下我 第一包过后我就喜欢上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天天放在我的袋 我天天看到人我就抓着人 就想要给他一包 想要给他一包两包给他去吃 然后甚至是我去旅行 我会吃排毒是很奇迹的 因为旅行你是一直一直走 你要找厕所跑厕所 真的很麻烦的 我本身前阵子 在他低谷的时候 Stephanie低谷的时候 我也是一阵子包肥 十龙金钱 然后我一直想要瘦 他一直收不下 我一直很努力去结识 怎样去让我自己受运动 他就是没有一个效果给到我 所以当下我来到一个崩溃的点 就直接往十里吃饭 宵夜什么就吃饭 差不多是13公斤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然后月经有来 然后我头发很严重 然后那一阵子我才意识到 什么叫做水肿 尖子穿不进 穿进去睡觉忘记后 起来他会不出来 这件宰在我手上 直到现在我已经有这个问题 那在我吃尖子穿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感觉到什么 受伤效果 第一点是 我先感觉到他 是我上厕所 没有肚子交通 第二点是想睡觉 当我开始下了睡觉 过后我开始看到我没有这样肿 当你没有这样肿的时候 老太腹不肩了 因为你很肿的时候会看到人很老 然后我没有想到一下子 我没有想过一盒 没有舍开起来的东西 一包才一克的东西 我会瘦下来的 而且哦 我是一直拍视频分享我的身材 为什么我要拍视频 因为我知道 我想要我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接地气一点 所以我的照片太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就拍视频 受了多少公斤 其实坦白讲到现在我 我没有算 只是 每个人看到我 哇 你说了很多 哇 你说了很多 然后妖型啊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我都非常满意 他就问我 那OK 你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 现在 我就马上回家 回到我的家 我就是拍视频 分享在我的音词上面 我没有想到 反应这么这么的热烈 他让我在一个月的时间 做超过一百盒 的这个detox 这个detox 就是 我也不怎么网红 你懂吗 就这样子每一天二八八 你懂我心死呀 是我也过完了吗 我朋友跟我讲 放下电话啦 钱就装过完了啦 喝酒先啦 跟我跟我讲 Hello 我现在要按电话 我没有按电话 我只要有钱给你喝酒 你一天啊 怎么不会想要休息 我只想要拼命的回复 客户不回复我 我再继续找他 他再继续找我 我再继续找他 我是为什么我这样的东西 是真的 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 而且再来它的价格十位 我相信你一个人都可以 就是承担的 这个东西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要回复我 你拒绝我 没关系 我会找你了 然后我就再一次 这一幕又出现了 哇 我想起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我画像很多个 一一一一一 你知道那时候感觉就是 就是满满的感动 就这样子 做过的我没有想过的业绩 就是百合理所 其实什么东西我都做过 我都卖过 在我十四岁那一年 最开始我卖的是婴儿用品 是一个我这样的小 十四岁罢了 我去卖婴儿用品 杂货 像一个杂货店 这样子一路卖卖卖卖 你问我辛苦吗 以前的模式很简单的 我东西放上去 我出去不留 我生意就来了 可以吗 我只要跟你讲 我这件宝宝书 坏 RB order 就有顾客买的 可是现在的模式已经不一样了 直到后面慢慢的转到微商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fighter 我一直都在做女兽营 然后 到了十五岁的时候 我做这个美容产品 是 我十五岁我很小 可是我每个月赚的钱 是 超乎想象不到的 就那时候也合给我钱 也没有想象多 只想着赚钱包 因为零售是非常好赚的 我就一直想要转换团队 可是我一直都 失败 做不到 带不到团队 然后慢慢的 微商了 开始有了团队 这个东西 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做 杂货也做 对吗 平台换了 也换 坦白讲 Zenia是我创业这十一年以来 起步最轻松的第一个平台 好 好 好 给产名 我来一次 谢谢 感谢观看